如果你想要好看,颜色赚到一半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在路边离老远 看到的不是人家的妆容 也不是人家的身材 甚至连长怎样都看不到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人家身上的颜色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万能的配色公式 这个公式你们只要照搬全超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好上手 我们正常在做搭配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衣服会分三个比例 一个是我们的主体色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粉柱色 还有一个是点缀色 我们第一个公式就是90%的主体色 以及10%的点缀色 我就直接拿我身上的这一套 跟大家讲一讲 90%全部都是脏青色这个颜色 然后10%其实是我身上的这一点白 你看我把这个10给它隐藏起来 感觉整个人很闷,没有气色 这个颜色不一定要撞色 我们就只需要有一点点对比色就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袖口领口 然后包包跟鞋子上 那你看我全身上下是不是就是脏青色加一点点白 然后细节用金属去提亮就可以了 更进阶一点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选择 红色系的主体色 以及一点点百分之十的点缀色 就比如说我们全身上下百分之九十 全部都是粉红色系 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浅粉色 有一个是深粉色 另外百分之十我就放在包包上或者是鞋子上 因为其实我这身整体比较亮 所以呢包包我就用这种比较中性色的卡其色去中和一下它太艳的感觉 这一套就是有亮点但同时有细节 但又不会多 看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终极的王者版 这是百分之六十的主体色 百分之三十的辅助色 还有百分之十的点缀色 就比如说我身上这个 其实我在不搭任何的外套的时候 它是我百分之九十的主体色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开始在细节做点缀 在转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套外套 我们的面积就开始变得越来越窄了 这就是我们的那三十 然后最后的点缀色放在哪 有点浮夸的配色上 你看啊 六十三十十 现在看你是不是觉得我好像上半身的面积比较多 然后黑色的面积变得很少 其实我全身看效果你就能看得出 包包鞋子 还有我全身上下里面的衣服 全部都是黑色 所以这就占据了我全身百分之六十的黑 虽然配色切千万 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逃不开这些公式的 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搭配更善一层楼的话 这个配色公式你们一定要把它刻在脑门上